各位好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我是家军 今天呢,我看到那个加拿大北部 武德布法罗国家公园的这么一幅画 里面呢,描述的是一个狼群 也就是说,是这个一个非常典型的狼群的组织 这个狼群呢,一共是25匹狼 于是呢,家军就想到了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25名 因此呢,今天家军呢,给各位分享的这个题目就叫做中共狼 下面呢,我们就结合着这个加拿大北部的武德布法罗国家公园的这么一个十分典型的狼群的这么一个照片 给各位好友呢,来分析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25人 那么他们呢,所组成的一个狼群 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镜头转过来了 这是加拿大北部武德布法罗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典型的狼群 一共呢,有25头狼 大家看一看,它呢,分成 一 二 三 四 五组 我们呢,先把这25头狼 他们的角色 给各位好友简要的介绍一下 这个前面的三头呢 是老狼 是病狼 走到前面 那么接下来 五头 是最强壮 最厉害的狼 如果这个狼群 受到攻击的话 他们呢,可以保护潜意 第三个梯队是十一批妇女儿童狼 他们呢,受到后面梯队的保护 也就是说,后面梯队 这就是第四个梯队 第四个梯队呢 也是最强壮和最厉害的狼 由五头狼组成 它呢,用来保护狼群的后裔 那么各位好友问了 狼王或者是头狼 在哪里呢 那么最后这一匹 就是孤独的狼王 孤独的头狼 他呢,一边观察前面 一边呢,断后 并且呢,要确保 狼群里面没有任何狼掉队 这个总数一共呢 是25匹狼 那我们呢,就不免联想到了 这个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大家看一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地方呢,是以姓氏笔划为序 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25个人 我们呢,可以把它比作什么 25头狼 就是专门吃中国人民的肉 喝中国人民血的狼 大家看一看 这个1234567 一排,从丁雪祥开始 习近平,对不对 一排是7个人 我们呢,就不挨个的给大家读了 一排 两排 三排 三七二十一 又加上后面的四个 加在一起呢 刚好是25 那么这个25呢 与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狼群 这个组织 它的数目呢 是刚好相对应的 一个不多 一个呢 也不少 下面呢 我们就结合着 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个25个政治局委员 来谈一谈 这个狼群的组织行为学 狼群的分工 那么第一个梯队呢 是三头老狼 病狼 他们呢 走在前面 避免掉队 那一是呢 避免掉队 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控制 整个队伍 前进的速度和节奏 前面的这三头老狼 病狼 大家呢 就不免想到什么 中共的这个三个代表 这是三个代表 当然这三个代表呢 他的这个指代范围 可以非常广泛 当然可以指代 马列主义 斯大林主义 毛测动思想 也就是说 总归是一些这个老人 是一些老狼 是一些病狼 他呢 在前面带队 他们为什么要在前面带队呢 他们呢 就是避免自己掉队 你看一看 那个前面的那个老狼 下了他以后 哭的 这个胡锦涛 对不对 不断的流泪 还有中共的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 这个王岐山 竟然到以色列 哭墙 那地方去哭了 这些呢 老的思想 老掉牙的思想 也不可能掉队 就一直在那里 并且呢 完全彻底的 限制中共前进的速度 限制中共国前进的速度 那么第二梯队 是五头最强壮 最厉害的狼 他们呢 可以比作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二十五头狼 这是前面的三头 前面三头的代表 对不对 那么好了 中共的 这个应该是七匹狼 对不对 五头也好 七头也好 总归呢 都是狼 七头恶狼 你看一看 从这个长相上来看 就没有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 有那么一丢丢 像样的 李中堂呢 还马马虎虎 对不对 你看一看 其他的这些狼 的确是一个比一个难看 都是十分典型的 恶狼 财狼 当然中共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出现过这个五个 对不对 五个 七个 九个 十一个 都出现过 甚至也出现过六个 那么这五匹狼 就是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呢 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层 这个颜色是黄色的 你还别说 前面那个颜色是红色的 红色江山嘛 对不对 前面这三头狼 用这个红色圈住的 就是中共的红色江山 要保住中共的红色江山 那么后面这五匹狼 刚才我们提到 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们呢 是黄俄日眨的典型的代表 因此呢 就用这个黄色的圈圈来圈住 那么提起这五匹狼 我没有想到中共的五星红旗 你看中共的这个五星红旗 挂的多好 他给那个香港特区的旗 放在一起 你还别说 这个旗挂的是非常有意思 当然各位好友 也肯定不会忘记 中共的所谓的战狼 这就是中共的战狼的典型写照 这是战狼 破衣栏上的战狼 这些战狼在想什么呢 在屠杀人民的时候 在想什么呢 他们所想的原来都是什么 都是money money money 这才是中共标准的战狼 只要是给他们钱 他们呢 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屠杀人民 一点都不客气 当然今天中共国的这个五星红旗 变成了一个毒旗 变成了一个什么 CCP virus 这么一个毒旗 我们再看这个第三梯队 叫什么 叫妇女儿童梯队 一共呢 是11匹狼 这个狼群的妇女儿童梯队呢 走在中间 受前面 后面的保护 提到这个狼群的妇女儿童梯队 也就是说 受前后保护的 我们呢 就联想到了这个习近平 他的这个家族 你看一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家族 他们的家人都在什么地方 他的这个大姐 叫齐乔乔 他是这个加拿大公民 大姐夫邓家贵 也是加拿大鸡 二姐叫齐安安 是澳洲的永久居民 二姐夫呢 叫吴龙 也是澳洲的永久居民 那么只有习近平 跟彭丽媛 是这个光改司令 他的弟弟呢 习远平 也是澳洲的永久居民 那么习近平的前妻 是英国公民 习近平的女儿 是美国公民 也就是说 大家想到了 那个狼群的 妇女儿童队 那真的是被 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对不对 中国人民 想见他们的面 都见不着 我们在看这个狼群的 第四梯队 就是这个绿色的 这个圈圈 所圈住的 也是五头狼 那么第四梯队的 这个五头狼呢 是最强壮 也是最厉害的狼 他呢 用来保护狼群的后裔 第四梯队的那五头狼 大家联想到了什么呢 我想呢 各位好友 可能会联想到 这个共军 联想到这个中共的 海陆空三军 然后呢 再加上中共的 这个肥井 中共的城管 这是中共的 海陆空三军的 一个典型的写照 中共的这个海陆空三军 是专门用来镇压人民的 叫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想想八九六四 想想马上就要到香港 去镇压香港人民 就再清楚不过了 海陆空 三军之外 还有呢 中共的这个肥井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中共肥井 中共恶井的 典型写照 还有呢 中共的城管 海陆空 加上中共的肥井 加上中共的城管 那么就是 第四梯队的 五头狼 这个第四梯队的五头狼 他呢 用绿颜色圈住 代表中共的 这个海陆空三军 这个军装 是绿军装 也代表 中共的那个什么 警察头子 孙力军 给这个皇帝 给这个头狼 给习近平 戴了什么 戴了绿帽子 我们以前呢 曾经专门的做过报道 这地方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最后 这一头狼 就是一个孤独的狼王 他就是习近平 他呢 一边观察前面 一边呢 用来断后 要确保 这个狼群里面的 所有的狼 不会掉队 那么一旦 前面的 一 二 三 四 这四个梯队的 中共的这个狼群当中的 任何一头狼 任何一批狼 如果掉队 如果不听话 这个头狼 这个习近平 就可以把他们 撕咬的 粉身 碎骨 那么提到这个 最后这一头狼 大家呢 未免就会想到什么 就会想到一尊 由这个一尊来点后 当然 如果整个狼群 这个二十五匹狼 前面的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梯队 受到了前边 左边 右边的 突然袭击 也就是说 整个狼群 前面的二十四只狼 要受到突然袭击的话 那么这个头狼 这个一尊 他呢 就可以抱头 鼠窜 就可以逃跑 大家看一看 这个头狼 这地方是一个 柴狗 还是猎狗 像不像习近平啊 我觉得很像 这个样子 长得是非常像 哦 这更像习近平了 对不对 吃牙连嘴 你看一看 那个样子 这就是习贼的 典型写照 也是中共狼的 典型写照 你还别说 这个习贼和中共狼 他们呢 最擅长的 就是 韬钢术 如果把这个中国人民 比作大象的话 那么这个习贼呢 他就是擅长 韬钢术 要把中国人民 从韬钢开始 全部呢 都给害死 你还别说 最后呢 我们想 这个习贼 这个习近平 这个头狼 他呢 虽然 归缩到最后 躲到最后 但是呢 他最终逃不了 逃不掉 那个什么 崇祯帝的命运 北京的那个梅山 已经呢 给习近平 预备好了 那一根绳 在他的这个歪脖子上 这么一挂 往那个歪脖树上 这么一滴溜 这个习贼 这个习近平 这个头狼 就歇菜了 刚才我们是看图说话 给各位好友 讲到了这个 加拿大 武德不法罗 一个狼群的故事 那么由于这个狼群呢 里面正好是 二十五头狼 于是呢 家军就联想到了 这个中共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 也就是说 一共是二十五个 政治局委员 当然 我们知道 这个中共的中央 政治局委员 这二十五头 中共狼 他的组织性 他的纪律性 或者说 他的组织 行为学的管理理念 那么比这个狼群的 管理理念呢 要差得远 差得多 不过呢 把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比作狼群 比作中共狼 我相信呢 是恰如其分的 各位好友 我们今天 给各位所分享的 中共狼的故事 就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感恩您的转推 各位朋友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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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